一顿饭吃下来,魏无羡腿都跪酸了。 没想到兰家尊谷里这种长辈聚餐是贵作。 魏无羡哪里跪过这么久,刚开始还能坚持,后面就东倒西歪。 兰忘机起先和魏无羡是分桌而食,就在魏无羡旁边。 魏无羡借口出去更衣,回来坐着后感觉离他近了很多,原来这人偷偷把蒲团移近了。 趁大家都在聊天,魏无羡还在偷偷移向蓝忘机,蓝忘机巧声道,魏英,坐自虚端正。 我真的坐不住了,我靠你近点你扶住我好不好吗? 蓝忘机见他口不择言,你,别动了。 魏无羡一玩直接靠向蓝忘机,还好衣袍宽大也看不出什么。 远看只当是新婚两夫妻感情好,如交似妻也没什么。 其实蓝忘机正一手扶着魏无羡的腰,这还是魏无羡自己要求的。 蓝忘机脸都要红透了,只觉又羞又骚,怎么这人一句话就同意了? 蓝忘机自责地想,真是色令至婚。 色令至婚? 好不容易家宴结束了,正要回房,魏无羡赶紧先走了,蓝忘机正要赶上。 蓝西辰叫住了蓝忘机,忘机。 今日侍女打扫房间来告知我,你们昨日,既然你喜欢人家,就得好好待她。 魏小姐虽然嘴上不说,但看她今早的神色微眷,年轻人刚结婚要节制。 不,兄长,我先回去了。 蓝忘机抬脚就走。 蓝忘机走得很快,一路上小丝侍女连连叫二少爷,蓝忘机也没回头,静止进了院门。 让侍女烧水,先放桶冷水,自己要沐浴,热水备用。 左右退下,蓝忘机脱了衣服,便泡进了浴桶里。 正闭目养神,不去想那个欢快跳脱,撩人不自知的家伙。 蓝忘机狠狠捏紧了手。 偏偏这个家伙好久没喝酒,今晚喝太多人都醉得人不清醒了。 回房间随便翻了翻,觉得没趣,走出房门,忽看到有人在洗澡,咧嘴一笑,记上心来。 谁?不必伺候了下去吧。 魏无羡正拿起蓝忘机的衣服想偷走,听他说话吓了一跳,我不是来伺候的,我是来。 哈哈哈哈,你衣服我拿走咯。 魏英,你敢。 蓝忘机睁眼看到眼前正眉开眼笑的魏无羡抱着自己的衣服。 我敢,我当然敢。 想不想要? 想要的话你求我,求我我就给你。 魏无羡玩心大起,说得点声点气。 许是席间喝多了酒的缘故,蓝家虽然蓝西沉这只不喝酒,其他旁枝还是喝的,魏无羡也借光多喝了点。 你求我,求我我就给你好不好吗?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红红的脸颊硬着红韵。 魏英,你醉了。 蓝忘机心里很无奈。 不求啊。 不求我就走了。 你就光着一晚上吧。 反正旁人都被我打发走了。 你,还没说完,蓝忘机站起身,一把把魏无羡拉进怀里。 冰冷又镇静道,给我什么? 求我给你。 本想着你出来不适应,看来也不必等了。 说完便把魏无羡一把拉进了点,魏无羡没站稳,翻身进了浴桶,坐在蓝忘机上面。 魏无羡正脱不开,又被他压制的动弹不得衣衫凌乱。 灵口雪白地大开着,蓝忘机用力亲了下去。 一只手解他的衣服,又往双腿之间探去,刚触碰到急忙缩回手。 你,你是,是,是男子。 蓝忘机没说出口。 魏无羡被拉进浴桶里,冷不丁被蓝忘机的冷水沐浴打了个机灵, 瞬间酒也醒了大半。 拽紧自己的衣服,虽然很用力地反抗了。 但蓝忘机力气太大了,根本纹丝不动,蓝忘机把他压得死死地道, 你是男子。 那,魏家小姐。 魏无羡对上蓝忘机不可置信的眼睛, 破罐子破摔道,根本没什么魏小姐。 我是男子。 我也不知道怎么嫁过来的。 蓝,蓝二公子,你放了我吧。 我是男人,给你生不了孩子。 我,我现在就走。 你,我,江家真是男女不分, 还是说江府故意想看蓝家笑话。 蓝忘机现在脑子很乱, 手紧紧抓在魏无羡身上,没留神轻重。 疼疼疼,蓝二公子你弄疼我了。 魏无羡,眼泪都要出来了。 对不起,我没注意。 蓝忘机放开了魏无羡,魏无羡趁势一把推开他, 坐在床头大口喘着气。 你知道了,那你准备怎么对付我? 蓝忘机错愕,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 我没想,我,我也不知道。 魏无羡道,也,也不是没听过短袖之谜, 可,可没人会娶男妻回家。 要不我收拾东西连夜走,你给我一纸修书吧。 不妥,今日,今日兄长找我已知道你我已结交警之好。 蓝忘机越说越小声。 交警之好是什么? 蓝忘机艰难地说,就是我们是夫妻已成事实。 魏无羡一跃而起,站在蓝忘机面前浑身湿漉漉的, 你大哥到底怎么看出来的?明明不可能啊。 这怎么回事?要不我去找他说真相。 蓝忘机道,不可,还不知兄长与江家是如何结亲,恐伤两方和气。 哎呀,这也不可,那也不可。 那我怎么办? 魏无羡焦急地拢了拢自己的衣服。 蓝忘机平静道,还需继续假装,等探明你嫁过来的原因。 你的意思是我还得穿女装,女装真的很复杂。 层层叠叠的我每次都要穿好半天。 魏无羡重重叹气,上茅房真的不方便。 蓝忘机眼眉低垂缓缓道, 吴氏,我,会教你。 那,那也行。 等想到好办法,我不会占你妻子的名头, 随便什么由头把我打发了,都可以。 房间一阵沉默后,夜深人静街道上打羹的的声音听得更清楚。 嗨时到,睡吧。 魏无羡躺在床上思考,自己嫁人那天的事情。 真的完全想不起来啊。 江城这个家伙这么久也不见来找我。 每次出门做生意,说要带上自己,都被于夫人发现,臭骂一顿。 说什么都是自己狐媚江城,害得江城不娶妻等等等等。 江城你这人真是笨死了。 一次都没成功过。 莫名其妙嫁蓝家,蓝湛知道肯定恨死我了。 魏无羡骂道。 蓝忘机在外间只听得笨死了这几个字。 以为是魏无羡在懊悔,今晚酒喝多露羡了。 他却似乎有点庆幸知道魏无羡的秘密,而且会帮他好好保守的。 第二天一早,蓝忘机就早早地到魏英床前,本想叫醒他。 但看他睡得正香甜,便不忍心了,只见魏无羡衣裳松松垮垮挂在身上。 一双长得极其艳丽的桃花眼正闭着,嘴唇微红。 蓝忘机觉得他的容貌比只女子更胜三分,看得吃了。 只见那双桃花眼眼睛缓缓睁开,正看着他。 蓝湛,你起这么早干嘛? 难道是想看我睡着了,有没有流口水? 起床,叔父今日有家训教导。 魏无羡一个仰卧坐起来。 魏无羡穿衣服时,觉得不如抄家规八百遍来得更畅快,不是中医外穿,就是腰带计反了。 魏无羡转过身,快点啊。 这个是哪一层? 嗯,蓝忘机缓缓拿起衣服给他,动作很慢很轻,似乎生怕自己碰到了他。 魏无羡一起床,嘴就说个不停。 一会儿问你叔父严肃不严肃,好不好讲话。 一会儿又问你大哥大嫂有孩子没? 一直问到今天吃什么,肚子饿了。 蓝忘机对他所有的问题就回答了一个字N或者没,魏无羡觉得没意思,小骨板啊。 不爱搭理自己,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有意避开。 是了,谁会喜欢一个男子? 蓝忘机帮他艰难地穿好衣服,道,下次再穿的话,会了吗? 知道了知道了,快走吧。 魏无羡跨门槛时,又一把捞起裙摆,蓝忘机赶紧跟上。 他觉得这个门槛不能再留了。